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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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好 各位同學 週末愉快 今天我們要來繼續 延續一個司法的問題 其實我一再強調 司法如果不革新 如果不徹底的改革 可能改革都來不及 司法如果不革命 今天商到的 不是支持欄或支持率 傷到的是所有老百姓 我看最近的整個司法案件光怪陸離 今天我們會分享高檢署的檢察官陳宏達 他作為一個司法人 他是一個現任的檢察官 他痛批台灣的司法 根本就是一個幫派 而這當中所有的政治黑手 他在這當中痛誠台灣的司法 在這些年來簡直被肢解的是 完全是四分五裂 這對台灣造成極大的傷害 好首先我先來看一個司法新聞 北解密訓高鴻安 不只是詐領助理費 還遭到知識會告 這件事情你不覺得很特別嗎 好我們來看看 檢調他要辦高鴻安 高鴻安是擔任民眾黨不分居立委的時候 聽說檢調鋪天蓋地的去對他的發票 最後發現他有60萬左右的經費 是兜不攏的 所以大家都還記得嗎 在新竹市長選舉的時候 用大動作去搜索他 還要羈押他 結果希望用這個方法來影響選情 沒有想到反而幫助了高鴻安 一舉奪下了新竹市長的寶座 那大家可能覺得說一句俗話說 落選被關當選過關 沒那麼簡單 民進黨要追殺一個人 我管你落選當選 反正我要你關你就要關 現在高鴻安的事情還沒了呢 選上新竹市長沒有用 這個案子在去年底發動搜索 約談60萬 60萬都不攏 好把高鴻安以貪污治罪條例 當時預令也是60萬交保 結果昨天他再度以被告的身份 把他約談到案來釐清案情 好這個案情其實就很簡單了 就是說 高鴻安在參選的時候 參選市長的時候被報說 他的前男朋友李中庭 被他拿來當成人頭詐領助理費 其實我坦白講 男朋友這個白天晚上都服務嘛 對不對 就是對啊晚上回到家裡加班 那也會幫忙討論一些案情 這個當助理有什麼問題 如果自己的男朋友都不能當助理 那誰要當助理 好這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自己的男朋友在這個 你這個虛寒問暖 還幫你處理這個很多的 幫你找資料 幫你送便當等等等等 那不管含稅不含稅 就是像王蒂宇那樣的房租 有的含稅有的不含稅 不管你含稅不含稅 總是付出很多的心力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說如果今天他的男朋友 幫他做了很多 有關於跟立法院相關的事情 卻沒有任何酬勞 那這個男朋友不是在吃軟飯嗎 這男朋友不會很悶嗎 我為什麼要幫我女朋友 除了愛情的力量很偉大之外 我做了這麼多 跟國家有關的事情 那我為什麼不能當助理 所以用男朋友當助理 這個有問題嗎 我倒不覺得了 如果你用一個遠方的親戚 什麼根本就不在台北 甚至根本不在台灣 那是有問題的 不過現在這個網路時代 要選民服務不一定要在現場 所以這個問題擺明了是什麼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好我們再繼續往下看 在去年參選的時候就被爆 好然後他把他的助理 薪水由低報高 那這個差額由助理捐出來 做辦公室的這些費用 這樣子有沒有問題呢 我坦白講要抓這個東西作為探物 我覺得中間還有很多的問題 這就跟顏寬恆被告偽造文書 或者是做假交易 很簡單 顏寬恆覺得說這房子放在我的名下 會被整 所以我就把它賣給了我的朋友 但是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你不見得有人要買 而且顏寬恆也沒有當真要賣這個房子 就請朋友呢 來先把這個名字過戶 讓他避一避風頭 那你請人家幫你過戶 你總要準備錢給人家嗎 所以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這個我個人看來我覺得 這個叫做合法的避險 我在美國念過NBA 我在美國念過商學研究所的一些課 如果就我的認知來講 這叫合法的避險 那在商場上叫合法的避險 除非他做了 怎麼說呢 除非他去做了一些 帶人簽名或偽造簽名的事情 那叫做偽造文書 不然這整個商業行為的本身 至少我在念NBA的時候 我們在念NBA的課程的時候 老師非常重視什麼 商業倫理 他也跟我們講說 商業倫理跟行銷跟避險之間的關係為何 就是什麼樣的東西叫做行銷 什麼樣的行銷跨越了商業的倫理 行銷就是每個人把好東西把它講得更好 什麼樣叫做詐欺 什麼樣叫做行銷 這條線其實很模糊 這個要的療效 有到那麼好嗎 還是他包裝了之後 廣告詞講得非常好 這個線到底在哪裡 還有就是說避險跟所謂的違法 他中間的那一條線在哪裡 這個東西值得探討 好今天高雄安這件事情 我們再仔細想想看 如果立委的辦公室需要一些公款 比方說有客人來倒茶水買茶吃便當 然後有些你不可能去叫個牛肉麵 然後叫老闆開發票 那怎麼辦呢這個錢怎麼辦呢 很簡單嘛 叫立委的助理先電嘛 電了以後回來再申請嘛 沒有錯吧 那申請的時候你沒有辦法有明目嘛 你不能說這個便當120塊 那發票呢發票怎麼會有發票呢 下去買個滷味有發票嗎 那怎麼辦呢 那就併入你的薪水 然後一個月累積了以後 我把這個錢撥到你的薪水 因為你帶電嘛 那意思是一樣的 好這樣子的事情 台灣的民意代表的辦公室沒有一家 沒有一間辦公室不再做這樣的事情 這跟你立委有錢沒錢沒有關係 立委可以說沒關係 這小錢我自己付 可是政府 國家的這個經費預算 不能夠因為這個立委比較有錢 所以就這樣付 所以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那你會說 立法院可以編列一些事務費用 萬一事務費不夠用怎麼辦 所以這一直是 台灣的立法委員 民意代表 地方的縣市議員 甚至鄉政代表 不會公佈的 那讓大家看見 有機會 就這麼多的一項支持 那一下 各位說 人家的這個 行動 這是什麼 那下一項 從這個 这摆明了是在整人 那你说他这样整人 检调大动作搜索 所以检调就是密切的配合 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在选前 高宏安有多次被检调召开秘密会议 既然是秘密会议 怎么会对外发新闻 让媒体都知道 这摆明了是检调配合政治黑手 在操纵选情 有事吗 没事 这就是今天检调 司法不为台湾人民信任的原因 好 在12月1号 就是去年的12月1号选举期间 以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约谈了高宏安的两个助理 让这两个助理心生畏惧 逼着他们去转污点证人 那么这样子情况 屡见不鲜 这是台湾的政治办案的 各种的手法 那高宏安当选以后 以为没事了吗 没有 照样有事 那在上次去年12月约谈的时候 这个他的助理还说出了实情 他说他有一些呢 助理费以低报告高 然后这个上缴公积金 那我要讲的是这种行为 立法院 明代没有一个人 几乎没有一个人了 没有这么做了 那如果真的没有这么做的人 他可能是在别的地方 去污更大的钱 所以小钱不在乎 没有一个人 今天呢 为了国家做事 要自己掏腰包 不断的掏腰包 尤其对这种新上任的 年轻的民意代表 他可能没有这个财力 所以当然 取之于公 用之于公 那当时马英九的大水库理论 这一辈子在司法界只用过一次 永远只用过一次 再也没有人 可以用大水库理论 来回避任何账目都不清的情况 那你说司法是公平的吗 再接下来看 去年检调大规模发动搜索 在新竹市场选前 以被告身份约谈到高宏安 跟他的前男友李中庭 办公室主任 还有其他的相关的助理 然后以贪污治罪条例 把高宏安60万交保 还有当时呢 有一个台大很有名的公卫 这个所谓台大十三妹 一位美女 也10万块交保 所以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明明白白看到 这个就是一个整肃一己的手法 那这样子的一个整肃一己的手法 现在呢 在选后又来了 所以在蔡英文的最后一年当中 这样整肃一己的手法会屡见不鲜 而且会变本加厉 各位不要以为说 绿营的人支持者 不要在那边笑说 啊没关系啦 民众党反正在握楼的嘛 整死一个少一个 啊去整国民党 你看眼光很没关系啊 尽量整啊 把这个中部的 呃国民党的势力 或者无党籍的势力 给它消灭殆尽 好你也不要想说 阿比啊好好死 我知道很多泛蓝的很高兴说 你看阿比人家出事了 早就该抓了 关到死关到漏掉 各位 民进党这个司法黑手 不是只有整在野党 不是只有整国民党 不是只有整民众党 时代力量 你看 徐永明 一样一百万 被五花大榜 然后到目前为止 他是被判有罪的 他这个罪呢 如果以民进党整人的司法法庭 随便判个十年十五年 轻而易举 各位不要以为啊 民进党这个用黑手司法 去整其他人 在旁边拍手就要好 你不要忘了哦 你们的神主牌赖清德 现在正在被整哦 你去看看陈志忠 你去看看严宽恒 你以为他们是在整独派台派 你以为他们是在整国民党吗 或者是五党籍吗 没有哦 他是相庄五戒意在佩公 他摆明了是假戒整国民党跟民进党的独派 而实际上是在整赖清德 是在乖凹咖 很多人看不懂 那天欧崇敬老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把这个来龙去脉讲得很清楚 各位想想看有没有道理 所以我要说的是8171450 你们这些绿营的支持者 你不要看好戏 接下来 司法会拿来被当成是民进党内部派系斗争的御用工具 而这样的好戏呢 正在上演当中 这段广告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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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检察官评鉴委员会的委员兼发言人 第一届检察官评鉴委员是在马英九任期 各位如果长期看我的节目 你应该知道 马英九任期的时候我在干嘛呢 我在伊甸市 我在民市 我是赵三餐伺候马英九 火力完全不亚于今天我对付蔡英文 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之下 那当然了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正式的跨境电视台 但是我平常写文章 我也是毫不留情的 有我自己的政治的观点 结果马英九的当时他的司法院 那时候司法院的秘书长 那现在过世 当时呢就找了我 希望我能去当这个检察官评鉴委员 以社会公正人士的身份 可见马英九任内他的司法布局 反而是比较 比较宽阔的胸襟 他只管这个人是否正直正派 至于这个人呢 平常为文呢 是独派是统派 是蓝是绿 他们并不太在乎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以社会公正人士的身份 担任了第一届检察官评鉴委员会的委员 也因为这个两年的时间 我办了黄世民检察总长的泄密案 以及当时的这个 王金平跟柯建民的司法官书案 这整个过程 我看了非常多司法的密件 那个时候那些司法的一些东西 我都做了笔记 我清清楚楚的做了笔记 有一天该出书的时候 我会出书 这里面清清楚楚的记录了司法 恶劣的黑幕 我看了至少一二十个小时的司法 在这个检察 就是检察官办案的过程 我也听了至少有 二十个小时的录音带 那这件事情是后话 这些东西我全部都在云端 而且我也给了很多我周边的朋友 所以想要来我这边偷东西的 或者杀人灭口的就不必了 好 这则新闻是这样子 A咖进出 邱莉莉 林志斩 一个是台南市议会的议长 一个是副议长 砸重金聘律师 王牌辩护人阵容超华丽 今天我来看看这个辩护律师的内容 你就可以看出来台湾的司法官 尤其是高官 这些人根本就是帮派 好 我们来看看 台南地检署侦办台南市议会 政府议长的会选案 日前一口气起诉了政府议长 邱莉莉 林志斩 跟民进党的前中常委 郭再卿的十个人 如果一般人看看说 你看民进党照样办民进党 好啊 你看司法都公平 对不起啊 他们办的人全部都是赖清德的人 全部都是南部新潮流所谓的南流 那这什么意思呢 那你就会知道说 现在台湾的司法检调在谁手中 在赖清德手中吗 当然不是啊 在蔡女皇的手中 所以蔡女皇在最后一个年 这一年当中 绝不会放过赖清德 你从这地方就看得出来 郭再卿 金主 重要的金主 邱莉莉是 这个赖清德的人 这大家众所周知嘛 在这个时候大动作的 去办他们会选 各位熟知台湾地方自治的人都知道 台湾的地方的 县市的政府议长 哪一县市没有会选 你告诉我 价码记者都知道 不要说检调不知道 哪一个县市的政府议长没有会选 请你告诉我 那为什么专办台南呢 为什么办台南呢 好我们再来看 重点今天的重点不在这里 好今天的重点在于 这十名被告砸重金礼聘王牌辩护人 这个就有趣了啦 各位看看 当时呢在那边大言夸夸说这个司法官公正超然独立 没有预设立场的人 今天检察官一信任下来披上律师袍 坏事干净 当然你可以说再坏的人也应该请辩护律师 辩护律师再怎么样也应该替再坏的人做辩护 理论上是对的 可是你不要忘了律师的信条当中有一件事情 如果你明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对的 明明知道这是伪证 你如果不 揪举还去帮你的当事人配合他作伪证 那你是犯法的哦 来我们看看所谓的重金礼聘的大咖有哪些人 而这些人呢其实他们的背景很多我都辽若执掌 第一个北检的前检察长周章青 这个人太有趣了 各位还记得吗 黄伟呢在前年的3月31号愚人节前夕起诉我 这背后呢当然有恶官在替他相挺 第一个恶官就是蔡英文告了我以后 指定分案给黑金主 把一个再平常不过的 两年以下有期徒刑的 最简单不过的诽谤案 把他指定分案给黑金主 指定给黄伟办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邢泰招 就邢泰招在做了这个立下大功之后 马上三级跳 当了检察总长 接他位子的人 就是北检的前检察长周章青 现在当律师 他干了什么好事呢 黄伟呢 他起诉我的当天 在那个时候 起诉我的时候 检察长就是周章青 好我刚刚这样讲 蔡英文告我的时候 分案的检察长 是邢泰招 黄伟起诉我 这背后当然有很多的政治指导旗 包括怎么写这个起诉书 怎么写这个不起诉书 为什么一会要起诉一会不起诉 为什么要切割 为什么要吃案 明明我就被告了违反选霸法 但你为什么不起诉呢 好 那在这个地方 这些绵密的政治动作 包括了哪些案卷 卷宗要藏在不起诉书 哪些不利于蔡英文的东西 要把它消灭 哪些东西要做伪证 当时检察官是黄伟 他的长官就是北检的前检察长周章青 好 这还没完 当这整个案子起诉之后 他就移到台北地方法院 北检派出来的检察官 有两个 一个是黄冠运 另外一个呢 是恶名昭彰 从蔡清祥口中说的 丢检察官脸的刘成武 是谁派他们这些恶官 来担任公诉检察官的 那不就是后来的检察长林邦良吗 林邦良 周章青 邢泰招 这一条龙的服务 所以恶官是会传承的 现在这个恶官叫 北检的前检察长周章青 好 他现在已经不是检察长 他是律师 难道有一天呢 我回到台湾的时候 我会当面请教他 请教他 周章青 你怎么敢做这种 昧着良心的事情 这笔公道 我一定会讨回来 好 接下来我要问的是 雄简的前香月 葛光辉 被聘为律师 因为他是前律师 我对他比较不熟 前特征组的检察官 郑申源 哈 这我就熟了 因为他在我的手中被我扮了 好 我呢 跟其他 就是我们当时的 检察官评计委员会 第一届的委员 当年之所以这些恶官会被扮成 真的是司法界罕见的一个 前所未有的大事 因为以往关关商户是不可能让检察官 凭借委员会去办检察官 尤其办到这么高的官 我们当年为什么会成呢 因为当年的社会公正人士当中 有几个还算有良心 但是这些人后来都被收买了 全部去当大法官了 要不去监察委员 那今天呢 他们对论文门的事情也都不吭声 可是当时包括台大法学院的几个教授 高雄法学院的几个教授 我们都站在比较公平的立场 有证据就办 所以当时我们办了这个黄世民 还有他的几个楼罗 几个楼罗呢 自从出事以后 全部转战律师界 那其中这个郑申员就是 郑申员呢 至于当时的 这整个检察官的泄密案 就是当时特征组 黄世民的泄密案 他的角色呢 就相当于黄伟 至于这个论文门的整个案件 就他是出来当打手的小弟 因为他们都是资浅 背后下棋的呢 论文门背后下棋的 是邢太昭 是周章青 是邻邦良 当时在这个检察官泄密 包括了把秘密泄露给 侦察中的案件 泄露给马英九 还有包括当时的这个监听 非法监听的部分 那个时候呢 那一个打手 就是郑申员 他的背后 就是特征组的检察总长 黄世民 所以这个案子的类比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这些人呢 在当这个法官的时候 司法官的时候 一副大义凛然 跟真的一样 各位去Google一下郑申员 他卸下司法官去担任律师的时候 被告性骚扰 而且指证丽丽 还有很多的事情 所以请问啊 请问我们要求移转管辖权 因为我们要告台北地方法院的院长黄国中 我们认为在台北地方法院的法官会非常为难 不知道要怎么样审我们告黄国中的案子 所以我们要求高等法院 就是上级的法院 要来移转管辖权换到别的地方去 结果高院的法官呢 说法官依宪法本应公正超然不受任何外力的干预 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问题不存在 这真的是笑话一则 今天我来看这个东西了 还有接下来 我为什么说 我不是说检察官检察长卸任以后不能当律师 不是 而是我们可以看看他们 他们心中作为一个法律人 他们所看中的是钱跟权 还是法律的基本良心 如果是法律的基本良心 我要是他们 我不会去接这种 替会选案的人辩护的事情 固然你可以说 再十恶不赦的人 他都有权利选律师 律师对再十恶不赦的人 也应该在法律当中保护他的权益 这我都同意 但是我认为一个有良心有原则的人 你可以不接这个案子吧 如果我接了这个案子 我内心一定会冲突 我每天想怎么样的去替会选的议长副议长辩护 但是我明知道会选是不对的 而且我明知道全台湾的所有的政府议长 几乎我不敢打死所有人 但是理论上来讲你不会选 没有人会选你当议长副议长的啦 不管什么党都一样 在这样的天人交战的情况下 如果我今天干律师 我会接这个案子吗 我绝对不会接 可是你看这些检察长啦 什么香月啦 什么什么这个王牌的这些 转身变成王牌辩护人 你就知道 他们心中那一把 真理的刀跟剑 到底是不是生锈了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个报道说 这些华丽的律师阵容当中 让眼睛一亮的是郭再清的律师陈文宇 陈文宇我不认得 他呢也曾经因为陪同黄伟哲出席桃山宴 闹得满城风雨 陈文宴是由黄伟哲 陈文宇是由黄伟哲介绍 那么 与陈琴的纳古塔业者 签下三年720万的巨额法律顾问 然后后来业者跟台南市长 台南市议员谢龙介指控 这是市长收费的白手套 衍生出陈文宇控告 谢龙介求偿300万的案外案 这个我看了一下 这个大概意思就是说 谢龙介去爆料 指控这个陈文宇律师呢 跟黄伟哲非常的熟 那么 让这个黄伟哲呢 帮他去签下了一个法律顾问 那720万 所以谢龙介说 这是黄伟哲的白手套 当然这个案子 证据到哪里 我并不清楚 好 那报道中说陈文宇 除了协助郭再卿处理卢甲的 这个血甲卢渣案的法律事务 还不只是这个 还不只是这个政府议长会选 还包括了血甲卢渣案 替郭再卿提告追杀时代力量的主席陈淑华 跟检举人的里长李新晋跟PTT的网友 他还曾经担任过台南市议员蔡立清 跟前北市府高顾问洪志坤的诉讼律师 所以他的身份就跟李渊龙一样嘛 就是某一些特定的政治帮派里面的辩护律师 好 那我今天要讲的不是说他们不能当律师 也不是说我再讲一遍 再十二不设的人都可以请律师 律师对再十二不设的人都应该可以替他们找寻 法律上面最有利他们的地位 可是我就说如果今天我干律师 我的良心不会允许我去替 这种我明知道他有罪 要去替他把有罪打成无罪 或者是把有罪打成轻罪 我做不到 但他们呢 不管是前检察长 前香月检察官 前香月的主任检察官 这些什么特征组的人 他们呢 络绎于图 接下来我们看 议长邱莉莉委任的律师是苏清水 是台南的一个律师事务所的主持律师 他当过法警书记官检察官 跟一二省的法官 那他呢 曾经把这个无党籍的议员赵坤源 控告邱莉莉公然侮辱的案子 一路帮他打到无罪 今天我们要来看看 这一些律师 是因为他们的诉讼技巧很厉害吗 我一点都不觉得 我打了论文门的官司以后 我才看到 蔡英文所聘的律师 包括连云龙在内 法学素养不及格 而且非常不用功 我跟你说真的 如果不是法官护航 他在法庭 所有到过法庭旁听人都看到 被我们打到快趴了 真的快要求饶了 可是最后判出来 嘿他们赢 所以你看到今天台南市的这个议长 副议长等人这个会选案 他们排出来的这些律师 所谓的王牌律师 全部都是跟司法高层有非常深的期待关系的人 他们所借重的不是他们的法律长才 他们所借重的是他们曾经在司法单位中的人脉 请问像这样的一字排开的政治辩护律师 你看完以后你觉得台湾的司法是公正的吗 台湾的司法是如那三位法官说的 法官基于宪法应该要公正无私 是超然独立不受党派不受任何外地控制吗 如果是的话 他们为什么不去找像张静 像李振华这样的律师 他们是挑战威权的律师 当然他们不会接这样的案子 以我对他们个性的了解 如果今天显然是违法的事情 你给他再多钱他也不会做 他怎么会去找这些北检的前检察长 高雄的这些香岳主任检察官 以及特征组的前检察官呢 是他们的法学素养比较厉害吗 当然不是啊 他们都是新的律师嘛 那是他们有什么过人之处吗 他们看中的全部都是他们在司法界的人脉 跟他们在司法界当中的那些帮众们 你看这些政治案件的律师 你就知道台湾的司法怎么可能公正呢 新段广告 马上回来 新段广告 马上回来 新段广告 马上回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是 所以在台湾的台派 海外的独派 包括FAPA 台湾人社团 一些重要的领导干部 都会回到台湾来 开这个一年一次的 示台会大会 好 那发生一件什么荒唐的事情呢 曾淼红 展告犹现在在我们的镜头当中 他算是台派中的翘楚 虽然现在他跟我一样 我们因为揭发蔡英文的贾博士 我们都变成了被抹红 不过我全世界最不怕被抹红的人就是我 我无所谓 我说我们站在一个历史的制高点 不管红 蓝 绿 他就是一个民主社会中 一种言论跟信仰的自由 所以我诚恳地呼吁台湾的独派也好 不要每天想要把对方消灭 让对方的存在有助于台湾在美中台中间 扮演一个更弹性的角色 这才是台湾一个民主政治的展现 各位可以想想看 如果你今天把独派全部消灭了 台湾会变成怎样 倒过来想 如果我们把统派全部消灭了 台湾会变成怎样 所以对于这个世台会大会 我觉得个人觉得 虽然很多人都是变成英粉 变成是非不分的英粉 但我觉得个人还是乐观其成 好 我们这个曾淼洪 詹告修 他跟我台大的一个同事 叫做陈永昌 陈博士 他是优骗瓦顿的博士 台大物理系 然后后来转念社会组 去念瓦顿的商学博士 在台大管院当教授 他退休了 所以他们两个呢 如果各位去查看他们两个 一往过来的所有的言论 他们是典型的台派 所以他们两个呢 就兴高采烈的去参加世界台湾人大会 结果竟然被保全架出来 各位啊 这是一个我非要追究不可的 有趣的话题 因为世台会大会里面有很多主办的人 也曾经是我的朋友 我应该这么说了 虽然政治立场也许 我们的政治立场也许相近 但是对于是非价值的观念 却渐行渐远 但你还是我的朋友 我不会因为立场跟我不一样 朋友就变成不是朋友 因为每个人都有言论 政治信仰 甚至宗教信仰的自由 可是我不能忍受的是 曾淼洪曾教授 跟陈友商陈教授 参加了世台会的大会 那么曾淼洪博士呢 发问提问 竟然被保全架离现场 所以我今天要跟这个 詹告修请教一下 你是在会场上 骂了三字经呢 还是你掏出AK47 或者跟陈俊涵一样 拔枪射红墨水 你到底做了什么 诶 弘逼 我解释清楚啊 我 我被弹出去的时候 我是讲什么话呢 我说人 可以有颜色 但不能没有示灰啊 因为 因为 这不是我的名言吗 这不是我的名言 对 learning learning from the 因为 政大 因为那个set 下午的第一节的set 是在讨论 假信息 假资 假资讯 等一下我们从头来讲 这是一场世界台湾人大会 他们回到台湾 是台会大会吗 不是吗 他是海内外台湾国事会议 海内外台湾国事会议 早上是由那个John Bolton 就是共和党准备进选总统的 那个John Bolton 互动 大家家听嘛 中午吃完饭以后呢 就是讨论这个主题是什么呢 是 如何应对红色渗透以认知作战 有三个讲师上来讲 是由 由那个前辈 卢士祥 他来主持 第一节由罗承宗讲 第二节由黄兆年讲 政大的黄兆年 第三节是由沈柏阳讲 罗承宗跟 一个比一个好嚣 这些人 沈柏阳就是那一天到晚在说别人是假讯息 但他自己就是假讯息的那个人 就是那个黑熊部队有没有 那跟那个曹星成弄了一笔很大的钱 然后每天说别人是假讯息 结果他就是假讯息 你知道政经关不了 我们的团队小编 在他的脸书上发了至少十次以上邀请他 上政经关不了 大家来学术论辩一下什么叫做假讯息 他跟你说什么 平常像像那个像一头黑熊 接到我们的邀约以后 像一只蝉 你知道 很惨 连回都不敢回 今天如果沈柏阳要邀我去他的平台 谈什么叫做假讯息 我在旧金山我半夜不睡觉 我都陪他 只要他不剪 大家来个live 就是streaming 我绝对陪他 要讲中文也可以讲台语 也可以讲客家话也可以 要用英文辩论也可以 我随时奉陪 我很有兴趣 因为我在台大新闻的时候教了20年 我对什么叫做假新闻 我实在是蛮有兴趣的 好对不起我打岔了 所以我后来了解了 因为我看了报纸是说 BAPA的成员跟市台会的成员 在台湾大会师去参加这个所谓的国事会议 对不对 那这是白营的精神吗 不要请不能去吗 这个title是写海列外台湾国事会议 我早就跟陈永昌报了名了 我们两个一起报名 也进去了 这个沈博洋是台北大学 以前的中心大学 他讲的是没有什么轻换性 他是没有什么什么什么轻裂性 但是这个政大的黄兆年 这个老师 这个教授讲的内容 我就很有意见了 他其中有一个讲的一个内容 里面讲到说 他们做了一个问卷 问卷说蔡英文是贾博士 是贾博士你认为怎么样了 然后就用学术 就多变量分析 奔批你的专长 多变量分析 在问卷的过程 他们什么卡簧分配 什么狗屁分配 讲了一大堆了 我会听这多变量分析 然后这个不用做到多变量 他只有一个单一变数 叫做你相信 这样就好了 一准变就可以 不用做到多变量 好不好 他的结论就可以了 他的结论 他的结论是说 我听他的结论是 这是中共的彭路人 他们换出来的什么东西 反正我感觉 我坚持 因为我是一个奠基博士 我坚持 蔡英文是贾博士 等一下我先来研究一下 研究方法 你说这个政大的 国发所的教授 对不对 对 我查了一下 他是助理教授 什么叫助理教授 他就是教授的助理 就是那个副教授 都升不上去的助理教授 所以我对他的学论 学术品质 我根本就懒得理他 像我们这种政教授当到不想当的人 他要助理教授说 OK 还在当学徒吗 好 那他是用什么方法发问卷 发到哪里去 他讲的这些会议资料 全部没有公开 他如果在他的教室里面 问几个那种 英粉 那东西就不是随机抽样 叫随便抽样 那也不用用检定 那就不符合中央极限定理 检定什么 卡方什么 这种人就是听就知道 书没读通 在那边呼隆 我告诉你 今天如果要发布民调 你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可以不要讲民调结果 但你最重要的事情 你要把民调的资料 怎么取得的 要1510跟大家说 要不然我就在政经关不了里面 做民调 认为蔡英文是贾博士的 我跟你讲99.9% 那个0.1是调查局 不小心透露身份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 这就是好吧 那没关系 可以啊 反正每个人都可以做民调嘛 那你只要把那个调制改成 叫成条 那每个人都可以做嘛 我觉得 我觉得他这一个 相当学术性的一个问卷 然后做出结论 我感觉这是一个轰闭式的 轰闭式的 而且不太敢人家知道 让人家知道 我拿我昨天的会议资料一看 上面都没有啊 都没有写啊 所以说我们要从方法论 你的样本空间是起注于哪里 我们想做一个了解 他最后的结论是说 对 对蔡英文 博士有所质疑的人 都是中共的同路人 好 你们别听了就给我跳起来 我当场就跳起来了 我说来 他们讲说不要Q&A 我怎么可以不要Q&A 你们这关着门 你们就这样吗 关门打狗啊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而且这么多有头有脸的人 你关门打狗啊 你在做什么填鸭式教育啊 我就坚持 他说你要写化验单 我写化验单 我就写给他 我写得很清楚啊 你们一直在 你们三个教授 三个教授其中啊 这个 就是黄兆年的教授啊 他做的问卷 我要挑战起他了 那我就问他 何谓假信息 请你给我定义清楚 第二 为什么啊 你 认为蔡英文是曾博士吗 我就直接挑战了 我就直接挑战 词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But everyone is crying It's like you're at a party You're at a party You're laughing but you don't feel alone Can you feel the sunlight in my eyes I never did I regret but always stay 06 I hope I find someon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把这个题目去交给罗承宗回答 罗承宗跟我讲了一些假信息的定义 我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我就是想知道说 请问你蔡英文是真博士 我就在问他答案 结果罗承宗他讲说 他讲怎么讲 我最后回来慢慢想 他讲的他火定蔡英文是真博士 他说这个问题好像在问习近平 在梁家河的时候 扛着200斤的麦子 走10里的山路 等于说扛着100公斤的麦子 走5公里的山路不换间了 这是不可能的事 我回来才慢慢想 原来罗承宗是站在我这一边的 我不晓得你们 但是在所有对话的过程 保全就出来了 或许因为我对人可以有颜色 不能够没有是非 你们这些人关着门 就这样干 就说蔡英文是真博士 所有怀疑蔡英文是博士的人 全部都是中共同路人 我对这种结论没办法接受 所以说我 我就 我就站起来执行 我就直接站起来执行 我也不跟你客气 站起来执行 结果保全就冲过来了 就帮我架 就是这样子 把你扛出去 把你扛出去 把我架出去 你被山地 他就这样 一直帮我赶出去 这不是妨害自由吗 可以告 可以提告 这一定有利的 这是公共场合 而且你报名 这是妨害自由 真的不骗你 不信你去问罗承宗 法律系教授 你去问沈柏扬 你去问沈柏扬 这是不是妨害自由 我在我的节目我也讲了 小弟台北 高雄台中办的研讨会 我欢迎广欢的意见 优先表达 对啊 我这四年来 征求反方上节目 都每一个都没有 我四年了 这是认为蔡英文是真博士的 我一刀不剪 我就是我们用这个现场 还有包括两场立法院的公听会 我们都有邀 所有认为蔡英文是真博士的人 欢迎来参加 包括立法委员 一个都不敢来 一个都不敢来 这个跟刘清田一样 刘清田也讲说 好 他有一个拿你的超博士 他谈了一中毕业的 最后什么大学 最后拿到美国的什么博士 很厉害很厉害 就跟他吵 他就刘清田说 来来来来 我们出来好好谈一谈 跑掉了 我们赌多少 刘清田问他 他又跑掉了 奇怪 拿到LOSE的博士 是一种光宗耀祖 祖魂冒清烟的事情 你干嘛跑了 对不对 小弟 小弟当小丑不要紧 小弟穿着博士服 灌大街 左总统服 不然你要怎么样 就是因为 我穿博士服 因为我也没想到 我妈妈已经过世50年了 他也绝对没有想到说 我会拿到一个奠基博士 所以说我祖魂冒清烟 我随时 彭逼一讲 说我们绕街头 我博士服穿了 我就去走 对不对 为什么 蔡英文 你拿到一个博士 好像很丢人现眼 很怕人家问的样子 我anytime anywhere 24小 一天24小 一年365天 anytime anywhere 等你来问了 我也不怕你按键 射出键了 对不对 来 好啊 结果你就只是 你只是填了发言单 站起来问问题 对 这样被加出去 对啊 这个事情就引起我的好奇 因为我今天看了你的脸书 我说天台湾到现在 还有这种事情 你知道曾博士 我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心情 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我认为我是台派 我很公平 我自诩为台派 我觉得很公平 蔡英文执政之后 我听到台派这两个字 我会准一个 我说哎呦 是哪个台派 哪个一款的台派 到今天你跟我讲 你是台派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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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台派 我不是台派 我不是你想象中那种台派 因为台派对我来讲 已经是没事没非 每天胡言乱语 包括我在纽约 在洛杉矶 认识的一些以前台派的朋友们 每天都在胡言乱语 你知道那台派对我来讲 是一种羞辱 所以我可以感受到你的心情 因为我认识你 我从网路上认识你 从这个文章中认识你 就很久了啦 我敢说啊 台湾现在这些号称台派的 没有人比你台啦 那这些人要抹红 我们成为中共同路人 抹就抹啊 美国也是中共同路人 美国跟中国在很多的国际战略上 也是既合纵又连横啊 对不对 他碰到北韩问题的时候 他就变成中共同路人 他还是要跟习近平挨下指说 哎来来来 我们一起合作来对一下金小胖 对不对 法国总统马克宏也是中共同路人啊 他最近呢 公开的说啊 哎我们欧洲不要没事去起哄 跟着美国在那边 台湾在那边喊杀喊打 要搞清楚自己要干什么 所以 中共同路人这几个字 其实以21世纪来讲 他已经不是一个负面的代名词 他只是一个 国际战略上面合纵连横的伙伴 所以我说今天如果中共愿意 追论文门 我举十只手赞成 因为这事关人类的诚信跟价值 这与政党没有关系 这与国界没有关系 所以要抹红 中共同路人尽管抹没有关系 抹完以后 我们坐下来讨论 论文在哪里 好吗 我中共同路人代表参加 我来参加辩论我跟你说 那好了 我中共同路人没有关系 我忍耐一下 那我们来辩论 请问 一天我个博士在哪里吗 曾博士你今天就是这样子被 你就这样被消音了 三个教授在上面 你那个黄晨忠吧 黄晨忠 黄晨忍 你讲说煤炭是白的 我跟你讲煤炭是黑的 竟然把我赶出去 竟然把我架出去 这叫做什么国事会议 你有Q&A 你要站得住脚啊 你今天你如果像我一样 我就是博士 不爽 你到华院去告我 我还是博士 对啊 对不对 真理是今的期 二次小时随时考验的 对啊 我们两个质疑 蔡英文的贾博士 已经好几年了吗 对不对 那也很多人说 那要查我们的博士吗 连黄伟 蔡英文告我 告我妨害民运 黄伟跑去台湾大学 行文调我的升等资料 这奇怪 这点也要被我告 早晚会被我告 我请问你啦 我妨害民运啊 跟我的升等资料 有什么关系啦 对不对 好 你可以说 可以 我要看一下这个人的 社会经济地位 来决定他要不要这个 要罚多少钱 可以啊 那你只要跟台大证明 我是台大的 郑教授所长 博士退休 没有退休啊 自己自己不干了 这样就可以啦 请问你你查我的升等资料 干什么 对不对 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跟那个台湾的检察官 有没有 要去拔马子 结果那就上法院的资料库 去查别人的那个 查一个他想要追的女孩子 一模一样嘛 所以台湾的司法官穿上法袍以后就认为自己就是神啦 对不对 就会公正超然客观 不受外力 其实呢 不是一样啦 好 那 这样子他们把你拖走 你也没有反抗哦 你你橄榄球白打的 哎呀 我讲起来哦 我是想说哦 啊 这个厂子是人家的厂子 那谁是人家厂子 我们的厂子啊 哎 我们是人民的 人民是主人的 国事会议 我们才是主人的 坐在上面是傀儡啊 我们才是主人啊 对不对 这个观念要纠正一下 嗯 啊 因为哦 我在台北台中高雄办那个 蔡英文论文存在以后的研讨会的过程 哦 我没有赶过人 你想讲 你是 你是谎欢的意见 我欢迎你入座 哎 可是我等不到人 在台北有些 有些人哦 在反应啊 然后我们也回答他 我都让他畅首一言 哎 我没想到哦 哎 我们 我们的当官的 小弟一届平民 我都有那一个 那一个哈 雅亮 让你们谎欢 尽量表达意见 嗯 换成你们办了 哎 小弟一届平民哦 哎 就去了 你竟然把我撵出来 把我赶出来 真是的 哎 我不晓得这些当官的怕什么 啊 不只是当官呢 我觉得那些 所谓的台派的 海外的 发帕的 是台会的 宣问你 你们当年 不就是看不惯 两奖跟国民党 钳制言论自由 践踏人权 所以才搞什么 有的没的 就今天呢 你们执政以后 你们更嚣张 所以你们这些人 我没有一个看得起的 好了 今天中期十足 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 要接下来 我们要这个 呃 要要这个 我讲一下 是 我讲一下 啊 不然你们是在怕什么 蔡英文你在怕什么 啊 你假博士是不是 我们讲你假博士 你你不准我们讲 你是不是真的假博士啊 对不对 啊不然就来辩论啊 你就很好啊 是不是 你就那个黄兆年啊 你就出来说来 我们来辩论 好来 你说哪个哪个是真 哪个是假 为什么假 然后我们就来讨论吗 我昨天啊 他连一分钟的话 都不让我讲啊 我说我只要讲一分钟就好了 我一分钟的话 我就跟他讲啊 黄兆年 你如果 叫小贺 我们约个时间地点 来 我们来一场 我我我 大家互相叫人 或怎么样 我跟贺德恩就好了了 你在美国观战就好了 我我跟贺德恩 来来来 我们来讲 妈的就只会把我撵出去 然后呢 不准人家讲这个话题 然后他们关在关在关在 关在门里面呢 讲说他是真博士 他是伟大的博士 我反正呢 怀疑的人呢 全部都是中共同路人 我没办法接受 他这个手法很一致啊 你看 深等资料封存 有人要讲话封口 好 我们今天节目呢 因为要准时收场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大家来收看这个 今天遇见你 今天遇见你呢 要专访 我愿意 我愿意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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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帮助天际 黄国伦 他的人生呢 非常的传奇 他从穷困潦倒 到写了一首歌 献给上帝 然后再进到一个教会 坐在最后面 没有人认识他 那时候他也没有成名 只是一个穷困潦倒 他年纪跟我差不多的老头子 牧师突然说 后面那位年轻人 你来一下 今天我有话对你说 真的 他待会你们大家去看看 他人生非常非常非常奇妙的经历 他是我的好朋友黄国伦 所以我们的节目呢 结束 那待会呢 我来献唱一首歌好了 好来 没有了 我们就来 那个进 这个片尾之后 我们就进到今天的 今天遇见你 专访黄国伦 祝大家平安喜乐 一个愉快的夜晚 明天见 明天见